一个一个小孩都死了 太太呢也不见了 发疯了 我跟你讲 到那个时候啊 你来求大佩观世音菩萨都没有用的 所以各位联友 相信我 也相信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不要去羡慕神通 很多人也有来听我的经 或从道教的时候来故意卧民显神通 我会骂他一顿的 为什么 闲通是敌不了业力的 只有你从戒定会里面 去透过忏悔 发愿 修持 修福修会 你才会永远远离这个神通 还有一种人很小心 就是呢 大家都遇到了明师指点 末法时代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尤其释迦摩尼佛说 末法时代的众生啊 福德智慧都比较薄 真正的正法 善知识 跟他苦口婆心 劝他 他都不相信 可是人家呢 说变一点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他就相信 我也遇过一个居士 他呢 念佛念咒念得很好 他第一次来听我讲经的时候 非常赞叹 非常赞叹 他靠近我 然后也护持我 然后呢 也跟我做朋友 有一天他出去问我说 诶 师父你有没有那个啊 我说哪个啊 那个啊 那个啊 你要不要信一点给我看 我骂了他一顿 我说 枉费你二十年还做了佛弟子 我做这样有神通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说智慧就是贵大的神通 我说业力啊 是敌不过神通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 你听了这么多的佛法 你也在佛门里面做了护法 你还做了干部 没想到你连知本的知见 你都根本违反三规一啊 所以真正要做归命三宝 是不太容易的 你不要认为嘴巴念很容易 你的心里面啊 都是呢 归于佛门外道的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的 你碰到障碍的时候 你都想 哎呀 佛菩萨都没有用 我还是先去拔杯吧 拔一拔 哦 地藏菩萨告诉我 这个可以 其实你拔杯根本不是地藏菩萨告诉你 那是算机率的 那假如这样拔杯可以 我告诉你 我干脆给大家每一个人都一个拔好了 不用奖金的 那也不用三宝的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只是看短期的表面的东西 神通是呢 不能够解决你的业力的 而且会给你带落更多更多的苦难 表面上你觉得你得到你要的东西 事实上你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代价 最后我讲的脸友怎么办呢 他最后就没有办法啦 对不对 因为业力现前啦 对不对 你说他是佛弟子吗 他也不是佛弟子 那他最后呢 就家破人亡 七里子散 现在就孤单单的一个人啊 师父看到他都很可怜 想要帮他帮不上 那是他的业 因为他没有正知正见 所以当你在勇猛精进的时候 若有人要用感应 神通 三世因果 或养小鬼 或特殊的方法达到你的目的 你宁愿说No 你要有智慧 你宁愿呢 要说No 否则你将来会更苦更苦的 我们世界化的时候说 请神荣誓送神难嘛 对不对 你遇到这些优民界众生来干扰你 是很麻烦很麻烦的 第六个 心堪能产者 成就心自在顾 心堪忍 就是他可以忍受 深各种的考验 禅定当中 腿一定会痛 一定会麻 有酸 冷 热 等等 你心能够堪忍 这样的话 慢慢你突破身心的束缚 成就心自在的缘故 就会有智慧 第七个 诸三摩地 三摩波地禅者 三摩波地 是胜过色界跟无色界的禅 换句话说 这个三摩波地 是佛教里面 大乘里面的禅定 它胜过世间外道 或是非佛教徒所修的禅 佛教徒有禅 道教徒也有禅 举个例子 道教修得好以后 会变成一个童子 变成语化成仙 像我们中国 不是有的吗 我们叫八仙过海 有没有 其实八仙过海 他们也是善人 他们修得很好 但是他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 他还是有我执的 他们最后还是要学习佛法 才能够从轮回当中而超越的 所以 欲界 我们是在这个柱的世界 上面叫做色界 色界的人禅定比较深 四无量心 但是色 所谓色就是有形象 他的相貌很庄严 身上有花 有阴落 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们八仙里面不是有何仙姑吗 对不对 其实他们都在色界里面 然后无色界呢 是没有形象 只有念头 动一个念头 他神通力非常快 光速非常快 三千大千世界 他动一个念头 一下子呢 就游完了 可是问题是 他的念头啊 还在 他还有我 所以 他还是没出轮回的 所以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今天 金刚经或心经 你觉得苦空无常无我 或许觉得呢 对你来讲 你觉得很遥远 事实上呢 它是呢 很重要的 再看第八个 极静负 极静禅 就是当你身心很极 极就是极灭 静就是很宁静 就宁静的当中 再宁静 胜过身文跟独觉的三摩地 这个是指菩萨的禅 第八个 你写一下 从初地 欢喜地菩萨 到实地菩萨 都叫做 极静负极静禅 它是菩萨的禅法 第九个 不可动禅 就是如如不动 他的心如如不动 所以他可以到达 旧静边故 边故就是最后的止静 就是说 他断了最后止静的执着 the end 我们常常会问说 这个世界有没有边境 像这样的概念呢 他都断了 所以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无始也无终 所以叫如如不动 这叫不可动禅 第十个 离二对至禅 离二对至禅 你多写一个字 离二对 下面写至 至里的至 就是说我们呢 烦恼生起的时候 恶念很多 修禅定呢 也可以降服你的烦恼 降服你的贪嗔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烦恼 都是熏习 多生多结 心不清静 相续的缘故 所以 害诸熏习 相续故 就破坏了你 清静的心 破坏了你 好的熏习 所以我们要修离二对至禅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淫欲心很重的人 就要修不禁观 跟白骨观 这个我在禅经里面有讲 在这边没办法多说 举个例子 南传佛教的人 正是佛弟子 可以到医院里面 去看人家尸体解剖 为什么 他就是修 对至你的贪心 跟淫欲心 取向 然后呢 你会觉得很恶心 没有错 然后回来你会觉得 其实人死了之后 就像那躺着尸体啊 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嘛 在漂亮的帅哥美女 或酷哥辣妹 死的时候 就是一只死的尸体啊 但是你有这样 常常的正思维的时候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控制你的贪欲心 这叫离二对至禅 十一 入至会禅者 就是出世间 出诸世间 就是你的想法 看法 透过修禅定 你的智慧 就跟世间人 所看法 就不一样 接下来 十二 随众生 心形禅舍 在度众生的时候 有些众生要鼓励 有些众生要骂他 有些众生呢 骂了他 又要鼓励他 就像小朋友 举个例子 小朋友 做爸爸妈妈的人 严父慈母 有时候你对他很好 有时候呢 他太调皮 淘淡了 骑到你头上 你也很可能骂他一顿 或打他一顿 但是不管你打他 骂他 你都是为他好 但是你心中 不要起称情 同样的 佛菩萨 要度广大 无量的众生 我们世间讲 一种迷一样 百样人 众生是 无量无边的 有些众生很好 有些众生 很狠的 你不要说我们人好了 你看狗 两只狗跟两只狗 黑狗在一起呢 狗咬狗一嘴毛 都会打架的 那时候你必须拿棍子 你不要打他 你吓他 这样就可以拆散 他们两个 不要争斗 所以 为什么金刚称里面 就要献愤怒相 像观世音菩萨 中国人都很喜欢 圆圆满满的 我告诉你 你圆满圆满满的 话人讲 这个就是好欺负 可是在西藏里面 也有圆满的 观世音菩萨 可是呢 假如那个众生 是很刚强难化的话 他会献鬼王啊 比那个鬼啊 还恐怖 他就会吓到 中国有没有呢 有 中国呢 在七月超度的是叫 面燃大事 交面大事 就是献鬼王身 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愤怒相 接下来 十三 不断肿三宝禅固 如来禅无禁固 意思说 它有两个意思 透过禅法 而广度未来的出家众 让三宝住持在这世间 这是外在的意思 内在的意思是说 你心中 透过佛法修的戒定慧 让戒定慧 跟文师修的功德力 延续无有穷尽 这叫三宝肿不断禅固 这叫如来禅无禁 接下来 十四 不退堕禅者 常入定 修禅定的时候 刚开始用功的时候呢 碰到第一个最大的障碍 是什么 生病 在小指观里面 智者大师有讲 魔啊 要障碍你呢 怎么办 财色明直睡 有些人财色 他不动心可好 可是病啊 是很痛苦的 因为病会让你身心很不舒服 你越用功的时候呢 有禅病 然后你就会退到心 这时候要接下来 要精进去拜佛 要忏悔 甚至念咒或念经 然后把你的业障碍 然后把你的业障 颤除了以后 你就可以再重新入定 举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打坐 十分钟 就定了以后呢 你会发觉 自己实在做不动 可以 没关系 脚按摩起来 然后经形 绕三圈念佛 然后拜佛呢 可以拜七拜 二十一拜 或一百零八拜 拜完以后 再回来入定 打坐 你的心会更定的 这是可以的 接下来看第十五个 一切法自在禅者 就是说 对于我刚才讲 静中禅 动中禅 行住坐卧都是禅 那行住坐卧都是禅 就是这里讲的 一切法 世出世间的法 你都能够得到 自在的缘物 这样的禅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业 已经清净的缘故 你的业 已经浮会圆满的缘故 所以你走到哪里 都很自在 那这里 它有注解 第十六个 叫做破善禅 因为龙树菩萨说 这本呢 它在翻 菩提之良论的时候 本来是有梵文本 翻成中文的时候呢 对不起 龙树菩萨它说 菩提之良论 本来在印度 是有梵文本 可是当它看到的时候呢 这第十六个 叫破善禅呢 这一段好像漏掉了 所以他就说 所以 中国的祖师 翻过来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注解 十六个 破善禅 本缺不解 我想我的理解 是这样 做参考 破是指 破除你的烦恼 善是指 对峙你的散乱心 因为 禅定波罗蜜 最主要对峙你的 是散乱心 跟昏沉心 这个你做参考 接下来看 丁三 清净心是缠纳的根本 请看幻灯片 我选了一朵白色的莲花 就是说 刚才讲 静中 你心要定 静中缠 动的时候 有些人静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有修缠地 动的时候 他就觉得没办法 这个很吵 很干扰很多 这样的功夫 还不够 还要加油 有些脸有事 行住坐卧动的时候 他心可以低 一照坐下来 他就睡觉了 就说这个人 跟散乱心相应 那假如 静你也能修缠 动也能修缠 在动静的时候 你都能修缠 表示什么 你的心 真正是达到了 清静心 我刚才说 真的念佛容 念得很好的话 念了一个小时 我半个小时的佛话 整个早上 心都很清凉 他看到外面的东西 就像一场梦 人家跟他讲话 他很清楚 但人家骂他 他也不会生气 人家赞叹他 他也觉得 那个是假的 他就心很宁静 所以清静心 是缠纳的根本 这个清静心 要从布施持戒 忍入精静 尤其是精静波罗蜜 去训练的 所以 清静心 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 进一步大乘长法里面呢 就在 维摩杰经说 心静 则土静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的心 是不干净的话呢 你看到房间呢 乱七八糟 无所谓的 可是你假如心 是很清静的人 你就会觉得 外在的环境 不够庄严 你就会想去打扫 然后外在的环境 干净的时候 也会让你的心 变为更宁静 为什么呢 我们凡夫 心跟静 是会相互影响的 请看 丁三 缠纳 清静心 是缠纳的根本 第五十页 第十四行 又心 又念清静 会清静 去清静 去是去向 行动的意思 惭愧心 清静 还有持心 希望 清静 这五种 清静 都回向 清静的菩提心 第二类 根清静 无一 清静 就是说 你的眼耳鼻舌 生意是清静的 无一 你没有什么 可以靠 你也心清静 一般人 没有依靠的时候 他会感觉 孤单 寂寞 第二 不取实 清静 前面讲过 不要认为 一切有实体 要做官为 像彩虹 或透明一般 起坐神通 清静 前面讲过 心堪能静 深远离静 内极 静静 深远离静 是指 深远离一切 恶业 你心会很清静 内心 急静的时候 外 宁静 内也 心很清静 外 不行静 外不行静 你的心不会往外跑 所以你能控制自己的念头 接下来 有所得 渐静 请把 有所得 渐静 画起来 这句话 画起来 有所得 渐静 这是金刚称 注意听 看这里 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是佛的教法 金刚称 真正疏散的地方 并不是在些 奇奇怪怪的 灌顶口传 而是你要看一切的东西 都是清静的 叫 有所得 渐静 举个例子 南传的人 看到了一个牛 他在排 粪便 他说 哎呀 好可怜哦 这牛啊 就是他的业力 你看排出的粪便 是苦空无常的 不清静的 南传人是这样看 大臣的人 会看到是什么呢 哎呀 这一头牛啊 现在排粪便 哎呀 他很可怜啊 他造了恶业 在六道轮回里面 他多入为畜生道 所以你生起悲心 然后你帮助他 然后你可能呢 拿牛奶给他喝啊 或拿草给他喝 可是呢 大臣的人呢 觉得哎呀 他开始放粪便了 你还是觉得保持距离好了 可是起码你看到牛 会生慈悲心 但是一个金刚称的人 我告诉你 他看到牛排粪便了 粪便啊 也是空性的 牛也是空性的 所以有所得见境 就是要训练 看一切的东西 都是清净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把你心中污浊的 二种子跟念头 把它转换 你看到人家骂你 你也是清净的 人家赞叹你 也是清净的 所以法华经里面的 常步经菩萨 他不但是大称的根性 其实他修行的方法 也有金刚称 就是见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请问各位 希望你听经这次讲座 波尔波罗蜜的时候 你看到蟑螂 不要想到他只是蟑螂 你要生起悲心 哎呀他很可怜 还要你看到蟑螂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也有佛性 他也是未来佛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生起 杀身的念头 听懂吗 有听经跟没有听经 是不一样的 没有学佛之前 你看到蟑螂 尖叫一声 不然就拿着 啪啪 阿弥陀佛 我超度他 你真能超度他吗 你要想一想 超度他的话 你就不会做这个动作 我可以告诉你 第二个 大乘的人呢 就会看到 哎呀 蟑螂啊 他很可怜 我要光拉归佛 归法归身 对 你生起慈悲心 菩提心 这是大乘的方法 为什么 他的业力 都落在畜生道 做蟑螂 可是呢 在金刚正能看到蟑螂啊 是看到 蟑螂是有佛性的 你有没有看过蟑螂 他事实上也有放光啊 你看不到光 你是看到什么 哎呀 蟑螂上面有很多细菌啊 所以我问什么 我们凡夫的眼光是不一样 但一个真正有禅修的人 他会看到这个蟑螂的三个角度 第一 看到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业 第二 看到他生起悲心 第三 会看到蟑螂 他有佛性 这个就是禅定波罗蜜的功德 这样了解吗 这句话很重要 有所得见尽 所以我在幻灯片里面 请看幻灯片 所以我要幻灯片里 故意标出几个不同的颜色 接下来 无众生 无命 无人尽 这就是金刚经讲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人像是自己的我执 众生像是指别人 无人像 我像 注意听 人像 我像 人是自己 人像 我像 对不起 讲错了 再讲一遍 人像 我像 我像是指自己 人像是别人 无人像 我像 无众生像 是指 这个空间 无受者像 是指时间 所以金刚经讲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意思是什么 没有自己 跟别人的对立 没有时间 跟空间的执着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就不会执着人有 命是永恒不变的 你就没有人我的对立 三界中不住静 三界当中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你都不执着 顿号 这样的清静心 绝分门静 这里的绝分是指 七觉知 请你自己写 七觉知 要有觉性 七觉知 离异光明静 就是眼翼 假如你喜欢戴墨镜 你看起来都是黑黑的 假如你把墨镜 黑色的墨镜 换成白色的眼镜 那看起来就会很清楚 跟光明 这叫离异光明静 还有入智会静 接下来看下面 因果不相为静 你心中深信因果 所以你的心是很清静的 你不管去造恶业 善思为忍静 对不起 业思为忍静 我讲错 抱歉 就说你碰到业力 现前的时候 要好好去用思维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业 我要怎么去改变 你的心能够呢 如如不动 忍 我们讲心如如不动 这样产生的清静心 叫夜思为静 夜思为忍静 开包脏向智慧静 简单的开包脏向呢 就是讲佛啊 在大宝基金 入胎脏会里面说明 2500年前 佛就说 一个胎儿怎么投生在 母亲的肚子里 过了几个月呢 几个星期就会长脚 长身体 长心脏 这些呢 真正的这个 怀孕呢 怀胎十个月的过程呢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要透过科学仪器 现在呢 假如是妇女去怀孕的话 她都要去定期检查 然后等到呢 你看呢 你超音波的时候 你看到 哎呀你看 你的小朋友在痛啊 不不不不不不 很欢喜 生命的喜悦 可是真正有修禅定人 她不用透过超音波 她坐在里面呢 她就可以看到孕妇里面的孩子 是男生或女生 这叫做开包藏相致敬 下面一个 摄方便前巧敬 这不难 菩提场障碍敬 不着声闻跟独觉的禅定敬 因为我想讲快一点 我后面还有东西要讲 安住禅纳顿号 出身光明静 佛有三摩地 她是不散乱的心清静 所以观自心的心的念头都很清静 而且知道所有众生 各个的不同的根性 而且应该为她说 相应的清静法的清静 这些都要有很深的禅定波罗蜜 好 比十六种禅纳波罗蜜有 此三十二净 故得清静 得入如来地 此中有祭送 请看丁四 五十页 第二十一行 从送禅纳波罗蜜的重要 请看五一 第一个禅纳要跟菩提相应 请看 祭送 若比前面讲的十六种禅 或三十二种清静 与禅定 禅定度相应 是为了求菩提 注意 各位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 目的是为了成佛 有很多怜友 尤其是过去生喜欢学禅定的人 注意听 喜欢禅定的人他就喜欢心静下来 他不喜欢复杂 可是注意听 修禅定是很重要 也很好 但是也不要执着 就说 我就喜欢这样子静 什么都不想做 注意听 这是另外一种执着 我忘记了禅宗 是哪一个祖师 对哪一个祖师讲的 名字我忘掉 但故事我记得 注意听 有一次有一个禅师 他追着一个徒弟 徒弟很认真 他就在那边打坐 因为他一听到禅定波罗蜜很重要 他天天在打坐 那师父呢 叫他去出差 他就说 我不要 我要修禅定 叫他出坡 我不用 我要修禅定 他真的很用功 但他什么都不做 每天就是只管打坐 只管打坐 只管打坐 他真的很精进 但是他有过分的执着 有一天 他的师父就坐在那边 他的面前 他在打坐的时候 他心很宁静 他说是故意拿那个砖头 一直在磨 磨砖头的时候就有声音啊 磨了砖头 他突然就觉得 师父你在干嘛 怎么每次我在打坐的时候 你在磨砖头啊 他说 我想把这个砖头磨成镜子啊 那徒弟就笑一笑 师父你有没有疯了 砖头就是砖头 怎么可能磨成镜子呢 那师父智慧很高明 他说那就对了 砖头呢 不可能磨成镜子 你以为坐在那边就会成佛啊 给我起来吧 去修六度波罗蜜亚 所以听好 有些人很喜欢禅定是很好 但禅定不要变成很孤僻 注意听哦 将来你会变成声闻跟圆诀 你听到一点声音啊 你就很不喜欢 因为你很喜欢镜 哎呀杂音来了 魔障又来了 你明白吗 甚至我有遇到一个联友 注意听 就有一个学生 后来没有跟我学了 他的音源障碍很多 他念大悲神咒 他非常的精进 其实他过去也是修行人 然后呢 他在百货公司工作 然后可是呢 他每一次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都觉得呢 很多东西不清净 他坐捷运的时候 他都不喜欢坐在人家旁边 他说哎呀师父 那个磁场有问题 那个心很不清净 那个呢 头上业障很重 后面呢 他有黑影 我说你这样砸了魔了 他是很用功耶 一天念108遍大悲神咒 可是我说你念错了 是因为你的发心是不对的 真正念大悲神之后 会生起大悲心啊 怎么会讨厌 这个众生不干净 那个不执着 然后呢 所以他动不动呢 走了 给他念大悲之后 念到最后 连晚上回家 他都会怕 为什么 因为黑暗中啊 都是不清净的 那是有问题的 知道吗 所以 虽然我也遇到 有些人跟我挑战我说 师父你讲了这么多佛法 对不对 有什么用 绝对有用 我跟你讲 佛讲 佛灭度以后 以戒为师 以法为师 就是很多佛弟子 不学佛法 所以他没有判断的标准 你说我这个脸友 他不念大悲众吗 他念啊 比别人都念 但他没有智慧 怎么会念到大悲众 念到的时候 排斥众生呢 听好 念大悲众 念到是 看一切众生都有大悲心啊 看一切的众生都是佛啊 你的心应该是越恭敬 越谦卑的 你看到一切东西 虽然你知道 对方真的修得不好 对方业障很重 磁场不好 气不好 但你生的是什么 怜悯心啊 你怎么会生起排斥心呢 所以很多人修禅经 修到最后变成什么 孤独老人 还有什么 变成了很孤僻 都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 那是有问题的 你这样会变成 身文跟圆觉 你会变成菩萨道 最后退转菩提心 再更不好的话 会退到外道去 这点都要小心 所以禅定度 要跟觉性相应 我今天为什么要修禅定 不是坐在那里 有些人有这样 哎 你看我很庄严啊 我什么都不做 为什么呢 师父说 不失慈戒忍辱 精进禅定 你看我修到第五度 你们这些人 就是修前面 一二三四 我比较高 你看我好庄严 对他用功 但是错 这是邪知邪见 我问你 假如定 就是修持的话 石头定 一千万年 比你还定 可是他却没开悟 知道吗 所以定的目的 是要调伏你的散乱心 所以科判里闻 第一个判 是要跟菩提心相应 要觉性相应 所以念大悲神咒 应该是起大悲心 所有的众生 不管好坏 干净不干净 他都要去救度他 很可惜了 这位连友被我骂了一顿以后 还是没骂醒 最后他不跟我学佛了 没办法 他的因缘业力就是这样 等我来生再来度他吧 因为他的执着很深啊 他还认为他修得比我好呢 众生难度啊 OK 先看 七十三 道禅那彼岸 善知禅那业 智者五神通 出生不退堕 是说你禅定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生死这一岸 让你到达轮回那一岸 善知禅那会产生清静的业 所以他就开始有天眼通 天眼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这是自然的 听好 这个无所求 有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打坐在这里 修得很禅定的时候 我人虽然在这里 我看到台北的新交 台北的商业金色 新红师在讲经啊 有时候会 但是也不要执着 为什么 你起码还是没有飞到我金色来听我讲经嘛 有时候你在定中你会觉得 突然呢 好像呢 我家的床啊 突然变透明的了 没有关系 不要执着 这些呢 在禅定当中 他有自然的现象 注意听 所以禅中在注意这一段 叫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就在禅定的当中 你看到了佛跟磨 好的坏的 都不要执着 都把它砍断 中国禅中 还有一个讲过 百花从里过 片叶不沾身 这是举这个例子 你可以写在旁边 意思是说 我现在到花园里面 很多树林 对不对 我从百花 我看到花很漂亮 可是呢 我不会去执着去摘花 因为你执着 你就会摘 那有些花 你去摘的时候呢 像玫瑰花 你就被刺到 所以禅中 辟喻说 在开悟的敬业里面呢 我们是百花 从里过 片叶不沾身 你知道有花 也有花园 你一层一层一层过 但是你通通不执着 可是我们凡夫 假如不了解佛法 你的禅纳 不是跟无上菩提相应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 百花从里过 叶叶都刺身 而且呢 你过了今天 你还会执着 我再讲个故事 虽然这些都很重要 希望你专心听 从前有个禅中的老和尚 他修行修道很好 结果呢 蒙道呢 皇帝送给他一个 玉雕的龙头拐杖 哇 那你这样 我们一关玉啊 我们知道 玉有很多种 好的玉雕了呢 都不便宜啊 皇帝送给他一个 龙头拐杖 这是很高的荣誉啊 可是没办法 没想到 这个禅师的 一辈子呢 什么都可以放下 他就是放不下 那个他最可爱的龙头拐杖 因为这是一种荣耀 皇帝啊 把他奉为国师啊 送给他很多供养 他最喜欢龙头拐杖 他每次呢 就放在那边 插在那里 有一天他在打坐 突然呢 玉戒丁的天魔 真的就来考验他了 他想 哎呀 这个老和尚 真是不简单 戒定位都很清净 过去 现在未来 都是修行人 我真的很想破坏他 他就用神通看一看 这个老和尚 有什么执着 放不下的呢 哎呀 他什么都放下 真不简单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了他 一个维系的念头 哎呀 他原来最喜欢 那个龙头拐杖 他这时候就说 老头 你赶快出订吧 那时候禅师就 摩啊 不要在这里嚣张 我是个出家人 你要有恭敬心 他说 你修得很好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你最放不下 皇帝送你的来 龙头拐杖 你栽不出来 我就把龙头拐杖 给拿走咯 哎呀 这时候他心动了 他才知道 原来我修了一辈子啊 人家供养我的东西啊 皇帝供养我的东西啊 我还是执着 结果呢 他还是有智慧的 还是个修行人 他立刻出庭 跑过去把龙头拐杖拿起来 往墙壁一丢 啪响的一声 他入定了 他入定了 就正果了 各位 你们呢 我们要听到这个故事的话 是什么 他要抢你家的太太 小孩 金钱 金银珠宝 你说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心慌了 你要讲说 对不对 我所有的身体都能舍啊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 有修行人跟没有修行人 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所以你要能够舍离一切的执着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物二 身色皆无实体性 声音跟颜色是没有实体的 有很多连友这几天来会课 以及写的问题里面都说 师父 我会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 答案是那是假的 我再讲一遍 不要去想 师父我告诉你 我明明就看到什么 你明明那个就是假的 你还执着说我看到 然后还有人说 师父我告诉你 我旁边就有两个鬼 我说你真的有鬼的话 你不会这么正常跟我讲话的 凡夫很难很难 那是你的业 你的烦恼 你的妄想 听好 听完这次讲座 我有个功课 全部的所有联友 每天回家 不管你做什么功课 请给我念 二十一遍般若心经 记下来 不然下一次你会听不懂 我讲下面 每一个联友都念 大朋友小朋友都念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烦恼 都是呢 在执着 你不知道一切是空性的 慢慢念 不要急 你修任何的法门 结束的时候 静下来念 二十一遍般若心经 谁要不讲话 不用脑筋想 你坐在捷运上 也可以按自己的手指 念一遍就按一次 念二十一遍 念波若心经就不会着魔 假如你实在是太忙忙到的 没有空 那你 我通融一个方法 就念波若心经的咒 Gatte 就是接地接地 波若接地 波若生接地 菩提伊萨伯赫 这是波若心经的咒语 你拿念诸鼠 念一百零八遍 你可以念中文 你可以念梵文 没有关系 这是普传的 你可以念Gatte Gatte ParaGatte ParaSanggade BodhiSvaha 相信我 这你在闭关的时候 你念这个咒 就会降魔 因为这是大波若经的功德力 也是释迦摩尼如来的愿力 佛在波若波若蜜的时候 曾经三次放光 大地六本震动 哈南尊者问 佛你为什么要放光 他说末法时代 众生执着很深 魔障很多 所以念我波若心经 我波若经或金刚经 我放光就是要降魔 所以当你念波若经 或波若心经 不管 最好是全部念 不得已的话 后面的咒文 念一百零八遍 你就会慢慢的让你的执着给降低 你会超越一切的魔障 你就不会听听到奇奇怪怪的声音 有看到什么颜色 看到鬼 看到佛 看到魔 通通都是假的 都是你的心所显现的 这点很重要 请你写下来 所以为什么在去年2006年 在大杯中心呢 讲法华经安乐行品的时候 我特别引用了 秘热日巴正道歌 佛跟魔都是由你心献的 尤其现代的人 这些妖魔鬼怪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很容易被骗 师父苦口婆心劝你 你不相信 甚至有很多年 师父我刚想 我很多很多经验 你都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话 你又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不知道的话 那干嘛来问我呢 我辅导过很多很多人 其实都是他的业跟烦恼 还有他不知道空性教法的力量 我念第一章经 就从来没有碰到鬼啊 为什么你们念第一章经 就很多鬼跟着你 然后你还怕鬼呢 你要知道 里面的鬼 有是无毒鬼王菩萨化身来的 有些是冤亲载主来的 你要有智慧去判断 你不要乱听啊 晚上不可以念第一章菩萨 然后晚上不能送第一章经 你断了 那才是见到了活见鬼 断你的法身会命 所以正法有它的功德力 请看七十四 所有的色 色字是形象 是无有穷尽的 大海当中有云云的 无量无边的众生 若你通达佛法的实相 你就会有天眼通 看到一切众生 他的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在禅定波罗命里 当我们遇到 释迦摩尼佛 我菩萨 他都会有神通 看到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夜 就像看电视荧幕一样 佛在法华经里面说 所有的众生来 佛都会以佛眼 观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因缘 然后来帮助众生的 但是禅修的人 要看一切的声音 跟颜色都是不存在的 是空性的 七十五 虽然以清静的天耳 听到远方的声音 看五十一页第二行 但是他也知道 他的声音不是真实的 智者通达之道 声音是不可言说的 因为声音呢 它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 接下来再看物三 众生万法皆如幻 所有一切是如心所变现的 一切就像彩虹一般 像天上的云一般 像水中的月一般 是幻化的 请看七十六 所有众生心观其各个像 其心犹如幻 了知其自信 在禅定波罗命里面 看到所有的众生的心 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所有的他的心都知道 就像演电影一样 但是他知道 自己的心是幻化的 众生的心幻化的 他只是夜所显现 他的本性呢 他的自信是什么呢 就是空性 可是呢 七十七颂 众生却不知道 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众生素是住 如实能念之 诸法无过去 亦知其自信 众生啊 假如他不了解 万法如幻 他素是的业力呢 他就会执着 有时候你做了梦 你看到了一些东西 可能是不在这个地球里 可能是过去式的 也可能在他方星球 有些是呢 你的幻境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佛教徒 不要喜欢去看鬼电影 注意听 佛教徒不要看 不要看乱七八糟的色情电影 或鬼电影 尤其是鬼电影 很多现在连有呢 哎呀 晚上都喜欢看鬼 鬼片 活见鬼 鬼都还 你还嫌过不够多吗 为什么 注意听 因为你喜欢看鬼片 你觉得刺激啊 做梦的时候 你就会梦到鬼 真的 而且灵命中的时候 你看到鬼片 统统都会出现 所以要教你的孩子 不要看暴力 色情跟鬼片 为什么 它是由心变现的 你喜欢看鬼片啊 我告诉你 你将来会堕落到变鬼 这是真的 从佛法为心所变 为事所现 看要看好的电影 比如说我公开 鼓励大家看一个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 这部片就很好 对不对 The pursuit of the happiness 我在商业经社 对干部 我是很大胆的 我用各种方法 教他们佛法 因为他们很难教 甚至呢 我还用电影呢 放电影给他看 电影不是不好 但是要选择 乱七八糟的 不要去看 可是有些电影 可以让你对佛法 对众生 你会生起大灰心 假如你常常 喜欢看鬼片的话 你将来真的 就会变鬼 这是真的 又不是开玩笑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你执着 众生 术式的记忆 在你脑筋里 我们的眼睛啊 就像这个 讲经里面的 V8一样 你好的坏的 通通都录进去了 当你睡觉的时候呢 时间跟空间 是虚幻的 所以那底片呢 就会不按照 刺激的乱七八糟 会排出来 有些东西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但是在禅定 波罗蜜里的人呢 他就像照妖镜一样 一照 全部都是假的 我问你 你喜欢看鬼片 哇 下了一针冷汗 然后呢 还抱着面被 带回去上厕所 有鬼 可是问题是 注意听 电视荧幕 一按掉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 你心中有鬼呢 因为你心中 执着那个影像 这就是贪嗔之烦恼的根 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 遇到幽冥界众生 其实有些是有 是你过低的业力 有些听到什么 或者是 看到什么 或者说 哎呀 这些有一个呢 跑进来哦 吸我的精气神啊 你知道吗 他要我的智慧啊 真是活见鬼啊 那种真的要念金刚经 要念般若心经 才会救他 为什么 他会念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未处法 对 对不对 众生呢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蜜 故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就是要你 听听去念这些般若心经 念金刚经 还有大般若经 就是告诉你 你所有东西 自然就是会 如梦如幻的消失 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 所以诸法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你要知道 他的自信是空的 在这里我就讲一个故事 韩国元晓大师 这张照片不是很清楚 没办法 我已经很努力了 从网络 download下来的 韩国元晓大师 很了不起 他学过 金刚三魅论 他学过法华经中通 他也念阿弥陀佛 他是韩国里面很了不起的一代高僧 有一天 当他刚刚出家的时候 他觉得心中很苦恼 他想去中国唐朝求法 当时韩国跟日本 受中国大政佛法影响 现在很多呢 中国大陆因为历史的因素 跟文化的因素 很多东西都全毁 看不到 但是保留在日本跟韩国 韩国以前叫朝鲜 然后呢 韩国的元晓大师啊 他听到大乘有佛法 唐朝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他想到中国来求法 那他有一天 有一个同参道友 两个人呢 就出去化缘 出了家吗 因为没有师父教啊 虽然每天念经啊 但是呢 他觉得他心中还是不了解 真正佛法的智慧 他就想去参选 有一天他跟他一个同门的好朋友 就去走走走 他看到众生啊 很有悲心 然后呢 看到死人呢 他就帮他送经 就有一天呢 他到外面呢 帮死人送完经以后呢 他就想完了 糟糕 太晚了 前不着电 后不着面 也没有居士家被我们挂缘 怎么办呢 他就找 突然有个山洞 他一看到 哎呀 是一个坟墓洞啊 他就找他出家人修行 想说 哎呀 对不起啊 居士施主啊 他很慈悲 说虽然你死了 我是一个出家人啊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今天晚上就跟你借助一起吧 所以他呢 跟他的那个师兄弟呢 就一起呢 在坟墓里面禅修了 那禅修一个阵子呢 过着呢 突然呢 静坐以后呢 肚子很饿 很饿 那你知道 坟墓里面都有供那些什么 叫做 呃 嚼尾饭 是不是 你们拿鸡蛋啊 插着两个筷子啊 对不对 还有卖面包 馒头啊 供着 后来那个韩国 我袁晓大师就说 哎呀对不起啊 师祖啊 就对那个鬼魂说 你已经死了 已经吃不到 这样好不好 我念一念 般若心经三遍 跟大悲咒给你 那待会呢 我跟你化圆 你的馒头给我吃好吗 对不对 那他就很虔诚哦 他就拿了那样 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就在念 这样子敲敲敲 敲完以后给他合掌 然后回向 怨声金发 净土中 他说 师祖 我功德做完 对不起 馒头我吃啦 他们两个就吃吃吃吃 吃得很高兴 一擦那天 哎呀 擦一点噎到 这时候呢 他的师兄说 快点 拿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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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师兄很紧张 回来就一条命 就赶快拿一个水壶啊 就冲出去啊 就咬了一瓢水 喝下来 喝了一下 哎呀 好干凉啊 这时候他就知道 哎呀 差一点的噎到 然后他就睡觉了 睡觉完了 第二天 哦哦哦 公鸡叫了吗 他起来呢 他们两个就说 师祖啊 谢谢你啊 对不对 我们很高兴的 跟你住一个晚上 你没有干扰我们 我还感恩你 希望你将来也成佛 然后呢 他就突然问这个师兄说 哎 对 昨天晚上我掐到的时候呢 你不是给我喝了一瓢水吗 那很干净 早上我们去刷牙一下好不好 他们就开始又诵经 然后又回向给他 他就出去了 他就问他师兄 说哎 昨天你拿水在哪里呢 他说不远不远 来我带你去看 我们两个一大早 因为一大早起来 就想要刷牙洗脸嘛 他说来来来 我告诉你 水瓢就在这里 我就从这里养 那时候元晓大师呢 就静下来 就这样跪下来啊 要喝水 那一刹他看到 哎呀 原来这水里面 有一个尸体啊 全面长满的区区啊 我昨天喝的水 就是这个啊 结果他师兄啊 吐了半天 就这样吐住了 可是那一刹呢 元晓大师没有吐 他那时候就开悟了 他说 假如我昨天 注意听这一段 很重要 假如我昨天知道 你拿给我的水 是尸体的水的话 我绝对不会喝的 可是我昨天并不知道 我还觉得 他非常的甘甜啊 可是当我们 天亮一看的时候 才知道 这一类的水啊 原来有个尸体 上面区区 可是水没有好跟坏啊 万法为心啊 当下他就开悟了 后来呢 他的师兄就赞叹他说 元晓 你真的开悟吗 他说我真正开悟了 我悟到佛陀讲的 最根本里 一切为心造 师兄 我不去唐朝了 法是无所不猜的 法在你的心 可是呢 他就叫他的师兄去 到唐朝去求法 那从此以后呢 他就在元晓 元晓大师真的是开悟的人 后来呢 他也读了很多很多的经论 他就在韩国度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当然电影里面也有演呢 他遇到了公主 让他破戒啦 然后呢 做不了驸马 最后他还俗啦 那都是电影的 真真假假 不管 Anyway 请问 当你看到一池塘的水 有躯体 有湿水的时候 你敢喝吗 各位都摇头 这就是你看不了物的地方 再举个例子 你到印度去看 巴拉纳西 印度的恒河 恒河在我们西方科学的角度里面呢 告诉你 就是什么 哎呀 多少的细菌在里面 对不对 没有错啊 都是很多的很多的细菌啊 可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在印度 婆罗门教人认为呢 那个是恒河 是圣河 因为在印度人的想法里面 恒河是从西法的天上流下来的 恒河之水天上来 一个人只要一身到恒河去洗一次早沐浴 他将来死的时候可以回到梵天的 有这么强的宗教信仰 所以在这么肮脏的水里面呢 他不会生病 这是强烈的宗教信仰 上游呢 在火化 中游在倒垃圾 倒垃圾 下游呢 在洗澡 在喝水 为什么 因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其实也是一切唯心造 可是我们外国人就没办法 真正的喝一杯水呢 我告诉你啊 你立刻就生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印度的人啊 他呢 环境水土已经习惯了 他的肚子里有好几百万细菌了 所以没差 我们呢 只要十个细菌呢 你立刻就送到医院去了 这个故事呢 这两个要说明说 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首寄送 物四 我们秋禅定波罗蜜 刚才说的 目的是要跟觉性相应 最后要成就庄严的佛国土 而佛国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广大如虚空一样 请看七十八 网易聚知土 见土聚庄严 土相如虚空 了知其实性 土 我昨天举例过 就像你自己布置的这个客厅 庄严的净土 也是由你发了菩提心 修菩萨道而成就的 那这个土呢 是心净则土净 土呢 我们凡夫现在看到的就是地板 石头 石砖跟水泥 可是在佛菩萨的精进的净土里是吗 黄金为地 昼夜六十 然后是金银珠宝而铺成的 为什么呢 它是由心的功德力显现的 土也是没有石像 如虚空一般 所以你要了解它的石性 石性是石像本体 以及真如本性 七十九 众生诸烦恼 皆以乱心故 事故圣智者 旷修诸禅定 凡夫呢 就是因为那心很乱 所以禅定波罗蜜 就要对峙你的散乱心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每天应该修禅定 所以我鼓励各位 要在诵经前 或诵经结束以后 静坐十分钟 或十五分钟 当你人生碰到了苦难 或是困难的时候 静下来吧 在清净心当中 天底下没有不能解决的事 你就会生起智慧 你就会知道怎么解决 发脾气没有用 骂人也会伤害别人 好好的修禅定 念佛念经念咒 把心定下来 禅定心当中 会出无量的波罗智慧 请看禀六 波罗蜜 问曰 所解释禅纳波罗蜜者 月说已尽 经因次第说波尔波罗蜜 波尔波罗蜜呢 达约第九 如前解释 为在出资粮当中 我今已经解释了 如先济颂说 也就是这次讲座的 八号到十五号 第一天八号 我就讲了波尔波罗蜜了 已经讲完了 这边呢 龙树菩萨只是重新用 祭颂再说一遍 八十颂 师界忍静定 此五种之鱼 彼诸波罗蜜 制度之所舍 他说 不失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这五种 要跟波尔波罗蜜 相应 所以波尔波罗蜜 就像什么 像眼睛 你没有眼睛的话 你是盲人 你不知道走到哪里 是会撞到石头 或撞到柱子的 但是有波尔波罗蜜 这五度结合 才叫做 不失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跟禅定波罗蜜 所以波尔波罗蜜 是佛法 跟外道不共的地方 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终于找到了 所以在西藏里面 就有叫做波尔佛母 波尔佛母是四只手 我们看到的图片 他右手是拿着 摩赫波尔波罗蜜精 左手是拿着金刚杵 是代表力量 看起来有点像四壁观音 但事实上这是波尔佛母 西藏人要念波尔精之前 都要拜波尔佛母 为什么呢 因为波尔圣圣圣圣 因为波尔讲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是你人在世间里面 所有的知识都没有学过的 所以他必须每天念 波尔波罗蜜精 哎呀 菩萨难做 所以我这次讲座 就讲到五十一页 第十三行 下一次讲座 Part 3 就从五十一页的第十四行 秉戚善巧波罗蜜 开始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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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